磨砂汉堡因为清洁酒精摆在高温的烤炉上而引发了火警 其实要提醒大家 一般的杀菌液干洗手酒精浓度都在70%到75% 燃点很低 只有20到24度 遇到高温容易起火 虽然不会有红彤彤的火焰或是冒烟 但是温度瞬间会飙高到200度 因此消防专家就呼吁了 千万不要把清洁酒精放在厨房的电器旁边 就连轿车上也不能放 因为夏天快要到了 在烈日的高温之下 都是有可能造成火灾疑虑 上餐厅吃饭或是进出医院百贵公司 大门口旁边常见消毒液 也有民众随身携带干洗手 请做手部消毒 不过这类有杀菌效果的酒精浓度高达70%到75% 但燃点很低 仅20到24度左右 一旦接触高温容易发生危险 一般清洁杀菌用的酒精通常用塑胶容器瓶装着 如果遇到厨房里的高温设备就很危险 尤其像是高温的烤炉或者是油锅 甚至是像瓦斯炉 旁边都不应该放置酒精 如果家里厨房习惯摆一瓶杀菌酒精 用来擦拭锅碗瓢盆可要当心了 实测清洁酒精遇到火源之后 表面温度瞬间飙高到200度 虽然没有见到红彤彤的火焰或窜出白烟 但卫生纸一靠近立刻燃烧 再拿报纸实验相同结果 就连玻璃杯也承受不了200度高温 5分钟内就爆裂 所以你看样子是没有 但是你把灯关掉之后就发现 它还是在燃烧 还是有温度 可能因为内部压力 它会有喷射状态之下 所以你装这个气敏完毕之后 它温度上升200度左右的时候 它的玻璃杯的材质不是那么好 它可能就有暴射 一旦消毒酒精隐燃 想要扑灭火势 得用气体灭火器灭火炭 千万不可以直接洒水 所以灭火的时机 大概就是20秒到30秒 那这20秒30秒 就是你各位一定要使用灭火器 立即时间做扑灭的动作 扑灭火力 你再去把电源 再把总快关关的都可以 专家建议消毒酒精要远离高温 尤其是厨房电器 加上夏天就要到了 如果汽车里放干洗手 日晒高温底下 恐怕也有安全疑虑 使用上要小心防范 否则酿成火灾得不偿失 记者夏军正邵玉米台北采访报道